坦白講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開台陳佩琪看房 鎖定上億豪宅 柯主席不言了 一句本來就買得起 在引發爭議 前民眾黨員林冠年大爆料 上週柯文哲在組織部會議中 動怒還語出驚人 林冠年發文直指 柯文哲在會議中 怒嗆一點二億的房子 我又不是買不起 新竹農地一千五百萬 原來的房子六千萬 和選舉補助款加一加就有了 疑似質疑外界過度解讀 他就說我又不是買不起 那包括農地一千五百萬 那選舉補助款 加上我現在房子賣掉 柯文哲現在比較關心人家 看不看得起 他買不買得起豪宅 而不是關心民眾黨的未來 跟他自己的政治 政治誠信 我沒有參加這一次的組織部會議 這個過去被除名我們的前幹部 他說的話可信度 恐怕要大打折扣 吳宜萱已沒出席會議簡短回應 但柯文哲臉書淬上再被揪出發文 還分眾處理 淬上含話年輕人 不捨他們當巫奴 要政府落實居住正義 臉書發文卻是隻字未提 網友留言大酸 早上講完晚上改口 喊房價貴又條一億的看 我也希望我有一個副爸爸 幫我買一點二億的豪宅 他是蠻幸運 正在有厲害父母的家庭裡面 十年過去 柯文哲曾任任稱憲的副爸爸 跟初入政壇 抨擊權貴人設大不同 民眾黨北市議員二十八號 還要舉辦居住正義座談 自家主席尋覓的豪宅 動責上義 黨員卻高喊居住正義 顯得十分諷刺 三省黃省十省台北採訪報導